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秋天到了,又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日剧播出的季节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剧呢 沙疗中带着一丝奇幻 奇幻里也带着一些禁忌 禁忌中又拓着一股恋爱的酸臭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部名字特别长的 由漫画改变的日剧 到了30岁还是出男 似乎会变成魔法师 我们的男主是一个惨惨的普通社畜 他每天上班下班特别忙 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 今天是他单身的29年龄364天 男主有个已婚的同事就很关心他 同事告诉男主 听说像你这种母胎单身30年的角色 会一夜之间变成魔法师 男主表示我信你个鬼 明天我要是真变成了魔法师 我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变成女的 然后自己跟自己拼成一对情侣 后面的人谁也别想得到我 肥水不流外人田 男主想着想着就开始回忆起了自己的人生 他曾经也有过喜欢的人 也觉得办公室里的女同事很可爱 但他似乎就是失去了追求爱的能力 一想到表白之后可能被拒绝 被拒绝之后多尴尬 他就怎么都无法开始一段感情 这时男主突然看见了在办公室里 闪闪发光的男二 男二是男主的同事 他长得好看 特别受欢迎 而且业绩极其出色 上司和同事们都很喜欢他 他身边也总是围着一群可爱的女孩子 男主看着男二感到了一丝羡慕 他觉得这种人肯定不懂母单30年的烦恼 自己要是有男二的一个优点 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 男主晚上下班回家 一直十分的消沉 他一边做着脱单的闷 一边就来到了自己的30岁 结果男主根本想不到 在30岁的第一天 他居然真的变成了魔法师 早上他去买早饭 不小心碰到了老板的手 然后他就听到了老板的内心独白 接着他去赶早高分 路上人几人 大家的心声把他给吵得不行 男主可以说是牺牲了30年的爱情 变成了一个魔法少女 换到了这个对他来说 根本没啥用的独心能力 但是渐渐的 男主就适应了自己的新设定 毕竟他只有在碰到别人的时候 才会听到那个人的心声 男主小心翼翼的避开一切身体接触 就什么都读不到了 然而就在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 男主在电梯里 不小心碰到了男二 男二的小秘密 就这么被他发现了 男主一听男二的小情色 还挺可爱的 他就忍不住开始八卦 行啊兄弟 有点东西啊 还搞上办公室恋情了 男二究竟喜欢的是谁呢 让我来看看谁会成为这位幸运的朋友 这时候男二不小心被人推了一下 他一个脚滑就顺时逼动了男主 这回男主听到了一些不得了的心声 男主 我们的魔法师朋友非常不安非常焦灼 而命运就是这么的令人注目不定 这天男主作为一个老好人 帮同事加班加了深夜 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光了 只剩下了他和男二两个人 男主顿时有点惊恐 因为他又开始被动毒心了 不过男二这个人还是挺靠谱的 他不仅没干什么奇怪的事 而且还帮男主一起加班 是问哪个社畜不会心动呢 结果男主刚有点放心 男二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又来了 这把男主吓得 恨不得当场对着镜子就把痣给抠了 等男主回过城来 其实也没有真的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毕竟第一次有人喜欢他 他现在的状态呢 就是迷惑中带着一丝怀疑 他怀疑男二脑子被驴踢了 才会喜欢上自己 但这怀疑装又有点欣慰 他俩加班班的时候 男主再次听到了男二的心声 男二在心里把男主好一顿夸 又是温柔善良 又是善解人意 男主听的都不好意思了 30年来 头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 男主感动的差点当街大哭 男主在这感动完了就准备回家 但是这个点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了 男主住得远 他就准备在附近找一个网咖对付一宿 那么我相信越闻无数的你一定已经猜到了 一般这个时候呢 男二肯定会说 我家不远去我家住吧 然后男主一定得先扭扭捏捏的推辞一番 再半推半就的去男二他们家过夜 结果我们的男主正扭捏呢 男二突然一拍他肩膀 男主惊恐的发现 自己的魔法技能居然升级了 男主惊了 这独行怎么还带上小电影了 这么刺激的吗 看来这个夜晚对于男主来说 注定是危险重重的 这部剧目前才刚刚播了个开头 一集只有二十多分钟 正好一顿饭的时间 推荐喜欢这种题材的朋友去看看原片 里面的主角配角长得都还挺好看的 制作也不错 剧情杀雕又温馨 另外虽然独行这种超能力已经快被用烂了 但人家一般都是用来破案的 像男主这样的触男独行魔法师还真的不多 所以如果你也想拥有超能力 以及一个像男二这样的男朋友 那么你也可以试一试男主的方法 到时候万一不会独行 起码还能凑凑火球啊